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微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 相量场中的面积分 我们在前面我们介绍的话 面积分的定义 它是实质函数 乘上它的一个小块的面积 再做一个黎曼合的组合起来 所以基本上面积分的定义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我们考虑的是 这个在一个向量场的之中间的话来说的话 如果F是向量 它是一个变化的向量的话 那么我们一样可以算它的面积分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 在normal的方向面的一个投影 投影量再乘上它的小块的面积 那么我们可以写法 F.n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这样的写 但是这个用法比较少 我们这样的写来说的话呢 我们知道normal是什么 这个方向就是所谓的normal的方向 就是close 这两个的方向导数 各自的方向导数的一个外积 所以我们是F.n 这个我们算出来以后 这个我们算出来以后 这就是我们的normal的方向 然后du.n 这个就是我们面积分的定义 我们把它更新为这样子 这是在一个向量的模式 这个是一个纯量的模式 这个我们要分清楚 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流通量的问题 一个向量场穿过一个曲面的一个flux是多少 流通量 告诉各位同学 流通量的意义就是面积分 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 我们就是要算这个向量场 对于穿过这个一个surface的一个面积分是多少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flux就是我们的面积分 就是穿过这个s 然后这是向量场dot 它的一个normal的一个方向 我们用dudv来写 这边就可以直接计算了 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close 现在r是多少呢 r是什么 xyz u加v u减v u平方 来我们写出来 好 现在我们现在要算的是对u来偏微 对u来偏微 这是多少呢 这就是1 这是1 这是2u 对v来偏微呢 这是1 负1 0 现在下面进行的是cross cross的动作 来cross的话呢 这两个cross怎么做呢 我们再次强调 上面的先写 超两遍 112u 112u 这个1负1 0 超两遍 1负1 0 来对齐之后 删除两头 打三叉 这个算出来的是什么呢 2u 这个第二个算出来呢 也是2u 第三个算出来的话呢 是负2 好 算好以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题目 列出来了 f是什么 是这个 记得了 xy 换掉 f写出来 xy 那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换掉 为什么 我们要一律换成了uv的格式 xy的话呢 刚好就是u平方 减v平方 u加v乘上u减v嘛 好 那现在 再把这个 这是我们的 normal的方向 cross的出来结果是什么 来 我们乘上它 就是这个 等于 这个乘 dot 这个 这是我们的normal normal 这是我们的f 好 头乘头 加上中乘中 加上尾乘尾 尾乘尾没有了 这是2u 中乘中 那就是2u三方 减掉2u v平方 好 算好了以后 我们中间的这部分 已经解决了 现在只剩下的是什么 积分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积分 现在已经算出来 这个结果以后 我们进行的是 它的积分 现在带进去 du dv 注意的是什么 来 我们看这边 u跟v 它是一个 它已经跟我们说 它是在一块正方形 0到1之间 0到1之间 我们写出来了以后 那就直接积了吧 现在对u来积分 来 我们先把外面先照超 这边是u平方 加上 这边就是4分之2u四方 这边是对u的话 就u平方 好 范围 0到1 0到1 带进去 这边外面 这边外面还有一个 底u了 底v 别忘了写 1带进去 1加上 4分之2 减掉v平方 那么再下一步的话 这是 4分之2 就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3 这边2分之3 减掉v平方 底v 来 来 再继继 2分之3 对v来积分 就是2分之3v 减掉 3分之1 v三方 范围由0到1 这边 1带进去 是2分之3 那就是 6分之9 减掉 这个6分之2 所以这边是6分之7 所以这个流通的量 就是6分之7 我们再来看一个 面积分的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这样子的 那S的话呢 是平面 正6面题 那么我们的F 已经知道是多少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它既然有6个面 所以我们面积分 就要做6遍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I 就是100 那从100的这边来做 这边固定S都是1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F的话呢 是XYZ DOT100 所以只留下了一个X X又是1 这个面是X等于1 所以这边来说 我们这个积分 这边就是多少 是1 所以 这个 这个面积分的话 本身就是这一块 面积 那所以是1 再看它的对面 对面是什么 这个是 负1 100 那负100 在这个上面 我们根本不用写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X固定是什么 是0了 我们DOT完了以后 另这个X等于 这边X是0 这个面 所以这边的话 答案是0 来 从另外一个 来看 Y来说 好 我们从这个 这边 对着Y 这是010 010 DOT完了就是Y 那这个 这个面来说 Y是等于1 所以我们这边得到的 这是1 那另外一个面 不用看 我们都得到是0 从Z的这边来看 这边是001 对于001来说的话 这边的答案就是Z 那这边刚好平的 所以Z固定为1 所以这个面积分是1 最后一个是往下 那就是也是 也是 可以 但是它是负的 00-1 这是负Z 但是问题是Z 它是在地板上 Z等于0 0 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等于3 这就是我们的 面积分的答案 那我们做的很辛苦 在后面 我们做的一个伏笔 就是说这个题目 各位同学 你要记得 这是一个封闭的区域 我们后面会将会教 各位同学 做一个叫做高斯定理 也叫做散度定理 我们这个题目 根本不需要做6遍 我们只要做一次 一下就可以算出来 答案就是3 那么在后面 各位同学 可以参考高斯定理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在向量场中的面积分 那么一样的 面积分 原始的定义 就是一个函数 乘上它的面积 那么如果说 是向量场来说的话 代表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穿过一个曲面 这个向量场 垂直穿过 这个曲面的一个流通量 这都是垂直的 那么记得 F.n是什么意思 就是F在n上面的投影量 这是F 这个是一个小的n 没关系 我们在这个上面 dot的意思就是 夹角 等于F长度 乘上n 乘上cosθ 因为n是1 所以是Fcosθ 所以就是它在上面的投影的量 我们在这边的 下车 我们在这边的 下车